主演魏祥曾经饰演过很多经典配角 你好,李焕英中的职工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魏村长 西红柿首富中一口吃一头猪的教练 飞驰人生中的夜经理等 在磨练了三年后 魏祥终于迎来了作为男主角的荧幕首秀 他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出演龙套演员魏成功 该片讲述魏成功在女明星米兰的邀请下 出演其新片的男一号 却意外陷入与黑帮的纠葛之中 最终,他依靠着真诚的演技 智慧和善良化显为宜 该片巧妙地采用戏中戏的创意 来呈现小龙套演员的逆袭之路 荒诞之中的巧合 与魏成功维系癫狂的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 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如同喜剧之王中周星驰饰演的影天球一样 魏成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更是一个戏痴,自我沉迷 情商不高,所以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魏祥终于迎来了作为男主角的荧幕首秀 谈及这个角色,魏祥也感慨良多 他说这部电影创作了整整三年 期间,遇上了疫情等多种不可控的因素 导演为了制作这部电影也吃尽了苦头 大家就硬生生地将创作坚持了下来 在这部春节当唯一的喜剧电影《最后的花絮》里 魏祥眼含热泪地感谢导演和制片人 让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男主角 戏里戏外的呼应十分动人 这种为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拼命努力的形象 也会唤起观众的共情